这条靓女被囚禁在地下室 绑住手脚悬吊在半空中 原来捞头想让她帮自己生个孩子 还没等靓女回过神来 捞头连忙掏出一把剪刀 直接在裤子上剪出一个小洞 随后在冰箱里掏出不明液体 等温度上升到37度8 捞头就用吸管抽上三五两 然后慢慢朝着靓女方向逼近 就算她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 这一刻她才知道什么叫做绝望 原来靓女稀施是一名江南大盗 这天她跟好友潜入一栋别墅 很快就发现一间上锁的密室 用尽所有方法都没打开密码锁 心急的颠牛则选择开了一枪 就在她打开房门的同时 没想到枪声却惊动了房主人捞头 颠牛连忙举起枪威胁说道 让她不要靠近自己 谁料捞头却以迅雷不及而而之事 死死掐住了颠牛性感的脖子 并直接一枪将她送往西北 西施见此一幕惊恐不已 只能先找一个衣柜暂时躲 事后捞头重新将大门上了锁 并把所有的窗户封锁延时 紧接着检查保险柜里的马内 这一幕都被躲在暗中的西施瞄到 等捞头前脚刚刚离开 西施马上熟练打开保险箱 直接拿走了里面所有的现金 捞头得知后火大的不得了 势必要让这些盗贼血债血肠 最终捞头凭借对房子熟悉的优势 很快就抓到了躲在暗中的西施 等他再次醒来已经被绑住手脚 等待西施的僵士痛苦的争悟 一部非常精彩的犯罪惊悚电影 知道名字的人可 左下角即可看到电影 猜出来的人绝对牛掰